HELLO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 準備開台吧 來囉 準備開台囉 先開台前動作啊 做一些小動作 開台 開台 收音不錯耶 天啊 可以聽到小孩子哭聲啊 好 靠近 好 來 喔 嗨 嗨 嗨 大家應該聽得挺久了耶 天啊 大家發現真的那個聲音好明顯 好嘞 來來吧 誒誒時間超過了耶 那我們 廢話不多說了嗎 還是 等我一下好了 我決定還是想要 先把一個資料拿一下 好 ok 資料準備好了 那我們 開始吧 各位朋友 我們開始吧 來 唉唷 會有LEG 我看到LEG的畫面了好恐怖 好沒關係 我們GO 那 哈囉 歡迎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遊戲時光機 我是實況主冰羽 他是夜空 那 我們 來 我們 那這畫面上就是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啦 包含了 我們這次的主遊戲 風王城堡以及 他的擴充密道 哎唷 糟糕 我這邊有電話 哈囉哈囉 等一下 電話會很大聲 你稍候我一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因為我在客廳直播 所以會有電話的聲音 他很大聲 好 那 好好 ok了 那我們 繼續吧 風王城堡 其實他的舊名叫 天鵝國王的城堡 那 就是我們的封面圖 其實 好 我先看後面好了 那 這是一個 資源 1到4人的 算板塊平放也算 就是 分配遊戲 還有競標遊戲 好 可以看到 這邊寫著 1到4人 然後90分鐘 喔 然後 13個 13歲以上 因為他需要一點 他需要一點 衡量東西價值的能力 所以他需要的 簡易值比較高 OK 來 這是他的背後 那下面有 遊戲 的 故事 他有講到 巴法利亞的王 路德維希二世 也就是 就是 這是一個 巴法利亞的 統治者 他非常 他在藝術上的 造詣非常的高 那他 很 就是 他在真正的政治層面 做的並不好 但是 他在藝術的層面 非常的高 他花了大把的錢 才創造很多 藝術的東西 包含了 封面的 你看到的 這座城堡 OK 那 這座城堡最有名的 就是 他幾乎是 我們現代 很多城堡 的 來源 最有名的就是 迪士尼 迪士尼的城堡 就是以我們這位 封王城堡 文明 那 這座城堡其實就是 現在我們常講的 新天兒堡 他其實就是我們 所謂的 新天兒堡 不是出版商 那個新天兒堡 是 在 巴法利亞那座 新天兒堡 OK 其實就是這個東西了 那 這一次我們會一次 開兩個 包含主球器 封王城堡 以及 他的 擴充 密道 好不好 那我們 先來開吧 我們先來開吧 哎呀 又有電話來了 大家忍受一下 不好意思 今天的電話怎麼這麼多啊 這就是沒有獨立的直播空間 容易遇到的問題啊 容易被外界的聲音干擾 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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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住在家裡 所以 只能 只能 潤了 好不好 只能潤了 欸 好 好 我們打開遊戲 唉唷 他裡面比我想像的還要空 不是我 因為他的遊戲有很多板塊的問題 所以我以為他的裡面是擺的很 一個 有內 裡面有格好的 對 我沒想到看到是這麼空的畫面 好 那 遊戲提供了大 量 的夾鏈袋 這應該是讓你去收藏 每個類型的板塊 房間版圖用的 欸 我就說他比我想像的 啊 不是啊 先看到裡面再說好了 這是夾鏈袋 再來 呃 就 乾燥劑 還有 起手玩家標記 他就是 城堡的標誌 然後還有 每個玩家的 寄分標 寄分板塊 寄分標記 欸欸 他很方便的是 你看 這邊剛好有 配件說明書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東西是 房間卡 那就是房間卡 我們每回合 開什麼房間 取決於 我們從房間卡 抽了什麼東西出來 然後這個是 獎勵 這是獎勵 當完成部分 房間的時候 你會拿到獎勵牌 OK 再來 欸 規則說明書 欸 我先講講 因為我 買的這一份 其實是 就是人家的 某個層面 算瑕疵品了 所以 它有 它會有 就是一些 受損的部分 不知道你看其實這一份 說明書上 它有很嚴重的 霉斑 它其實有很嚴重的霉斑 有受潮的部分 不過其實就 沒關係啦 既然我們是 花 特價的 價格去買的 就 忍耐一下 反正 不會影響到遊戲 太嚴重 好不好 那它就有一些 呃 配件的介紹啊 然後 裡面有遊戲的規則 遊戲的規則 OK 好 這是它的規則說明書 欸 不過它的 規則書的受潮 比我想像的還要嚴重一點點 必須說 雖然說我後續在玩遊戲 其實我很少拿規則書 只是 它的程度比我想像的還要嚴重 在規則書的部分 我看外包裝是沒什麼問題的 好 那這就是遊戲板塊了 這邊就是遊戲板塊的部分 那 這邊就很多不同的遊戲 遊戲中會用到的各種房間 好 那它裡面包含 還有就是 有錢幣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這個是錢幣 就是遊戲中的錢幣 遊戲的錢幣其實主要分 一千跟五千 那錢幣在過程中 就是幫助你去買這些房間的 好 背景是這樣 我講一下遊戲背景 遊戲的背景是我們受國王的邀請 來蓋一座城堡給國王 那我們裡面就是 我們要自己去籌劃一些東西來蓋 那這個就等於是建材啦 還有蓋出來的樣子 那我們要就花錢買這個東西來蓋 來蓋給國王這樣子 那遊戲最後的時候 我們就是比分數 那分數其實就是 每個圖板上 你看上角都會有一個 城堡的圖案 它就是這一片房間蓋下去 它會價值 它會有多少分數這樣子 遊戲我們最後就是算這些分數就完的 那錢的部分 遊戲最後也會有分 那就是 到最後有 就是它現在是一千嘛 其實就是一萬塊一分這樣子 所以錢會有額外的加分 那過程中 有各式各樣其他額外的加分方法 啊 我們等等再 我們可以介紹一下 像是部分的房間啊 中間會有這個 會有這個圖案 像這個黑色 它就黑色簡易 它就告訴你 然後紅色的磚牆呢 就是告訴你 它這一片 跟什麼房間在一起 跟什麼房間在一起 會有扣分 會在一起 在一起其實就是 它不一定要門對門 只要牆壁靠在一起就中了 所以遊戲中你怎麼擺牆 怎麼擺房間也是很大的學問 像這就是 休息室跟火焰那種 活動室吧 我記得好像是活動室 擺在一起它就會有扣分這樣 那像這個 這一張就是另外一種 加兩分 什麼意思呢 這個房間跟 這個才是活動室 這個才是活動室 就是 有樂器的這個才是活動室 跟 綠地在一起 會加兩分 所以遊戲就這樣 不斷用這種方式去計分 好的 這是第一片板塊 如果其實 比我想像的還要小 我原本以為就是 一條這個所謂的長 走廊 這樣一條所謂的走廊 大概就要半個板塊長 所以我在想 哇 這個遊戲應該要很大的桌子 不過 欸 它其實沒有我想像的那麼大 當然還是需要很大的空間 OK 這個是另外一個板塊 那有這個 有這種 呃 八 這個八角形的 然後寫前廳的 就是每個玩家的起始板塊 所以每個人一塊 一開始都會有一顆這個 喔 這個剛剛忘記提 可以看到前廳的上面 有一段數字寫著125 然後一個很像中的東西 這是指這個遊戲 這個板塊在遊戲中 它佔的面積 它是英寸吧 我記得單位是英寸 所以這個板塊 它佔了125英寸 那遊戲過程中 我們有時候會說 喔 呃 哪個類型 你的 面積最大 你就會有額外的分數 這樣子 OK 喔 在這裡 剛剛講的都是房間板塊嘛 那這邊講的這個是 玩家幫助板塊 它有介紹你每個 房間 的類型 然後完成會有什麼 額外的獎勵 那所謂的完成就是 這個房間對外所有的門口 都有連接房間 所有的門像這樣子 我再拿這張回來 像我在講門廳嘛對不對 門廳你可以看到它的四邊 有三邊有這個門的東西 所以代表它如果這四 這三個都放滿了 額外的空間 其他的房間的話 那它就代表完成 那就會有額外的分數 對它的完成 就是這樣那個動作就叫完成啊 那完成就會有額外的獎勵 不是分數講錯了 那獎勵的內容就看它的類型 我就看它的類型 好 再來 呃 這個是新手 這是介紹版嘛 新手幫助版嘛 那這些是錢 那這個是什麼 一個一個點 一點一個圓 彩色圓這種 這個是在遊戲最後 整個遊戲結束之後 國王會針對 所有人裡面 然後完成任務 的人 給予額外的分數 它每一種的都不一樣 像這就直接一千塊一分 然後這個是每一個完成的房間 然後它就算完成的房間 然後每一個幾分這樣 那詳細就是要看規則書了 對 那後面還有一些 就是玩 因為它是玩家版本 可能卡 所以它後面就會有 就是相關的敘述 好不好 好 那這也是 其他的 欸今天好安靜喔 對 不然今天好安靜 哈哈 今天沒有人跟我講話 沒關係 那這個就是其他的 不同的房間 那幫你們聽 好 OK OK 好 再來 這個是遊戲的 分數板塊 給大家放分數的 港湖不是有一個 玩家分數的 Token嗎 就是讓你在上面 跑分數的 那遊戲很特別 就是在這邊 遊戲呢 聽不太懂嗎 欸沒辦法 因為我是 我等於是一個一個房間介紹 我沒有介紹整個遊戲的規則 啦 對 我只是一個一個房間介紹 那我看到什麼 就把我記得的規則 講出來 這樣子 因為我說過我的台 我沒辦法真的 介紹規則到很詳細 那我就是盡量 恩 還是說是聽不清楚 我講什麼 這可能不是我的菜 唉 怎麼這樣咧 不是你的菜 玩一玩嗎 對不對 競標遊戲 唉 說我已經玩完就吃你的菜 喔 這個很難講 喔 回來這邊 呃 這邊的分數 這遊戲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分數模式 每個人的開始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有所謂 我們所謂的先手優勢 就是最先行動的玩家 是有比較有優勢的遊戲 但他優勢可能沒有很大 所以他這邊有特別 你看他有城堡 他顏色越來越淡 其實就是 意思就是 第一個玩家 你一開始是0分 然後以此類推 1 2 3 所以每個人其實有的分數 是不一樣的 所以要小心 就是在設置的時候 會有這些問題 好 再來 唉唷 好爆喔 好 這比我想像的要大好多 好 這個就真的 這一個比我想像的大很多 這個是 那個叫什麼 這個是遊戲的中心板塊 它其實是讓你放置 就是 東西的 不然這邊會放置 就是 這一局遊戲 的 國王獎賞是什麼 好 再來就是 第一名 就是 這一個獎賞 第一名會拿8分 這樣子 意思類推 這邊放獎賞的 下面這邊 是讓你放 東西的 標價的 這東西的標價在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塊板子上的 發霉的傾向 就比較嚴重了 其實剛剛的那些感覺都沒那麼嚴重 這一塊的 狀況感覺就比較嚴重了 還有發霉的情況 沒辦法 背面是 四人 四人的 設置在這邊 這個是 二到三人的 這一塊是 放置 走廊的 走廊 地下走廊跟樓梯的 放置方法 跟其他的房間 不太一樣 它不太一樣 所以它會有 另外一片 那 這個是拿來擺放 就是 設置 環境用的 那其實這邊 有一個 作者的小巧思 那 既然就是有些已經鬆下來 那我就擺出來 給大家看 它的小巧思其實是這樣子 我們剛剛都有看到 板塊的部分 它其實長這樣 它是可以把它拼起來的 這邊 然後 我記得是長這樣吧 對 長這樣 是哪邊啊 我一定忘了耶 這邊吧 對 這邊 這邊 它這邊有一個作者的小巧思 我不知道這樣你們看不看得到 就是它的小巧思是 因為這些都是遊戲在起始設置 你會把 你需要把東西都放上來 所以它有一個這樣的一個小巧思 它把 你要 遊戲中你需要放上來的東西 這堆你需要放上來的 放反的 這個放反的 這個要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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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上來的東西呢 再加上最後的分數堆 你要說分數的板塊 它就會變成一座塔樓 可是我們看古代城堡 不是都有一個瞭望台嗎 或者說我們就看西洋棋的 我們看西洋棋的城堡 就是用這種形狀 拉一下 對 它只有一個這樣子擺起來的畫面 最後會出現立體的城堡嗎 不會 這個是平面遊戲 這個是平面遊戲 做立體的城堡可能有點傷啊 那個可能有點傷 OK 這是一個作者的小巧思 那有些人說這個設計很浪費空間 因為就是我這樣子 我等於桌上要擺一大塊在這邊 可是有時候就是 你知道有時候做遊戲設計的 或是說 做這種美術設計的 他就會想擺出來 把所有東西擺在上面 會比較好看 你按大法師完成 沒錯 你已經輸了 好不好 罰你 所以我們要進行K&A遊戲的懲罰了嗎 OK 好 那這就是基本版的所有的東西了 那我們 這邊是獎勵卡跟房間卡 我們稍稍簡單看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還要講 擴充 就是密道的部分 好 等一下喔 這個是額外的獎勵卡 這個是額外的獎勵卡 遊戲中有一種房間的類型叫做工具間 那 工具間就是讓你做 就是讓國王做各種的活動用的 所以 當工具間的房間完成的時候 你就可以額外的去抽獎勵卡 那他就可以幫助你拿額外的分數 像他就會告訴你說 活動間 每個活動 每個你的活動間 只有你喔 其他文章沒有 加2分阿 每個什麼東西加2分 那個工具 像這個就是工具間加2分 每個休息的阿 然後廊道阿 戶外 地下室 就是這樣每個你的什麼加2分 他會讓你有額外的分數用的 工具間 那這個是房間卡 那 因為 我 每 因為大家的 呃 每個回合 會開一些房間出來 供大家選購 像這樣子每一班 要怎麼做喔 欸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欸 因為我自己啦 我覺得 有時候我覺得 沒有每一班這個東西 如果不影響到 遊戲進行 我就不會太care 大概是因為我喜歡那種 舊舊的感覺 包含有些人說 書要包書套 什麼之類的 我就會覺得說 可是書我就喜歡他有舊舊的感覺 當然每一班這個其實變很難處理 我必須講 因為每一班有時候拿起來的那感覺 那感覺有些人就覺得 不好 可是其實我也不太會處理這個東西 OK 那這個是房間卡 每個回合我們會依照 現場的數 現場房間的數量 然後 可能說 欸 在哪裡 這個 這個其實 這個板塊其實就是這樣用 就是 下面這邊呢 每個都是房間的 都要把一個房間 那上面就是這個房間的價格 那每回合我們可能會買房間 那當買完房間之後呢 下個回合開始 我們就會從房間排庫中 然後 洗出來一張 然後 告訴我們 啊 這回合 我要開什麼的房間 然後 我就從那對面拿一個放上來 這樣子 所以這是房間卡的用處 所以有可能 你連續 一個整個回合 場面上全都是圓形 一個整回合 場面上全都是 方形 這樣子 就是 看運氣 可是這運氣是所有人一起 共享的 因為所有人都會用到這邊 OK 這是房間板塊 呃 書要一本包書套收藏 一本 一本什麼 不好意思喔 一本普通看 一本傳教用 等等 你這個是桌遊的概念吧 桌遊人家 有些人啊 都說桌遊很寶貴 所以呢 桌遊一個人 如果你真的愛一個桌遊 你非常的喜歡他 你就要買三套 三套怎麼用呢 第一個是 擺在那邊 連拆封都不拆 供在那邊 收藏用 另外一個是 你普通要玩的時候 你自己要玩的時候 拿出來用 另外一個是 傳教用 你帶出去 跟陌生人一起玩的時候 就用那一套 因為人家說 可能跟陌生人玩 或是跟新手玩 他們比較 你真的是桌遊的概念吧 好 那這個就是 今天 要先開箱 是漫畫先有這個說法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本身不看漫畫 學長個人 喜歡看小說 沒有 不行 我不知道現在連回來了沒有 剛剛大斷線 所以我不確定現在在場 還有多少人 如果你在的 你有在看的 你有在講話的 可以嗎 尷尬 竟然瞬間斷線啊 而且斷來蠻久的 必須說 回來了 回來了 很好 謝謝 感謝 呃 欸 方雨你剛剛說什麼 等一下喔 剛剛因為斷線 所以我沒看到你 問題 你剛剛講什麼 你說 買房間感覺跟 醫藥先鋒買資源的概念 有點像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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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藥先鋒我沒有玩過耶 好 既然讓我多講一下 買房間好 有人提 感謝 哈囉 錄個 呃 買房間其實它這樣子 我剛剛不是說用房間牌抽出來嗎 它是抽完之後 所以我們這邊會補齊 我們這邊會補齊 1 2 3 4 5 6 會補齊 那我記得喔 兩個人不會用到這個 兩個人不會有兩千塊這個選項 OK 那我這邊會補齊 就是房間板塊 那 這時候買的時候喔 我們是把錢 給 嗯 因為都擺完之後 這回合的 玩家 就是起死玩家 你要做一個動作 起死玩家你會拿這個 這叫起死玩家標誌 或是說叫建築大師 起死玩家你的動作是 這 場面上所有的房間板塊 你自己選哪一個板塊 在哪一個位置 所以你可以把你要的放在很便宜 你把別人要的放在很貴 因為接下來人家買的 買的錢 是給你的 可是 你是所有人裡面最後買的 所以如果 你把你想要 或是大家都想要的東西 放在很便宜的位置 你把它放在很便宜的位置之後 別人就會把它拿走 因為你是最後一個 所以在放反塊 放房間這件事上 你必須有很大的考量 你必須去思考說 我要怎麼放 我才能拿到我真正想要的 然後又從別人那裡拗到錢 又不會導致別人 寧願這回合不買房子 不買房間 這遊戲是你可以不買房間的 所以這個還蠻 就是你要去思考一下 我擺了 我要怎麼處理 有點像大老二 要買 什麼啊 要買 牌 卡 組合 組組合 每個人開始前要補完卡 我可以跟你 我有可以跟你玩 你到底在講哪一個遊戲 大老二 OK 金口 好 那這是 自由度挺大 沒錯 不過 這 在擺房間這件事上 自由度非常的大 所以也是每個回合 很多人都會卡死的地方 就是我到底要怎麼擺 因為那個 攸關 眾人性命 好不好 OK 那這是基本版 時間9點 好 沒關係 我們把 密道也開了 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不囉嗦 我們把密道也給開了 那我不是講喔 呃 由於我手上已經沒有 其他遊戲了 我的遊戲已經開完了 所以這一期開箱結束之後 我們應該有很長的時間 不會做 隨意開箱這個節目了 因為 小弟個人已經 沒有遊戲可以開了 那 不要叫我再買遊戲 這個 今年 到現在 你看我 你看我開箱最少 就 你看到嗎 我們就講農曆過年的 我就 六盒 然後再像這邊這一盒 我就已經七盒了 好不好 那今天 現在才四月 我不想從五月開始吃土吃到 過年 好不好 嗯 所以那個 應該不太可能 就是 繼續 這麼頻繁 每個月頻繁的做開箱了 好不好 應該都每個禮拜 好 那我們繼續講 蜜道 蜜道的遊戲中 它加了幾個規則 第一個就是 您有新的 起始板塊 我們剛剛講 原本的起始板塊是門狼 那 新的起始板塊叫做 刁堡 好 這一樣是規則書 我們等等可以看一下 OK 這是規則書 那 這一盒啦 未來我一定是把它收在同一個盒子裡面 主因是 我沒有這麼多的 我沒有辦法 額外放 這樣子一盒 你知道嗎 我沒有辦法 額外放這樣子一盒 所以我勢必要把它 收起來 好吧 我勢必要把它收起來 好 OK 那我們 好我們繼續 喔 像大老二的是一耀先鋒 謝謝 我想知道是什麼遊戲 欸我覺得 欸 方禹我們改天約出來 然後我們拿一下 彼此比較少的遊戲 然後來玩好了 然後彼此 我們 改天約出來玩個遊戲 好了 去找個地方 借個空間這樣子 好 那我們繼續 來 呃 擴充規則 一樣 這邊有玩家幫助板塊 起始的房間 從原本的門廊變成了碉堡 而且外面有一條護城河 所以 意思就是 這個遊戲添加了護城河機制呢 好不好 那這個是天鵝 它還是有額外的計分標誌 我很多 約端午 可以加加嗎 假日 沒問題 我們真的找到時間 大家一起來 好不好 那就是到時候 我會開我的遊戲清單 在網路上 其實我現在有做啦 我網路上其實有我的遊戲清單 跟我的書單 好不好 我們可以開起來 那大家看一下當天要玩什麼 那重點是場地 其實重點是場地 好不好 那繼續介紹 護城河 額外的 護城河 我現在 護城河最上面這個 裡面這條是龍嗎 這個設計師 讚 提供給大大的愛上 感謝 哈哈 你已經是第二個說這句話的了 好 那 在擴充裡面 它除了護城河以外 還有多一個新的標誌 叫做天鵝 部分 應該說叫做天鵝 或是有人叫做蜂王 或是有人叫蜂王 我的 我的清單放哪 我的清單在Google啊 在Google雲端 Google一sell很好用的 好 那這個 就是一些新的城堡 那我不是說就是 我有特別去看 這兩個 因為其實 就是 我在預告的時候 就說 就說 就有人問我說 說 就有人跟我說 欸很好奇 我會怎樣 然後我也說 其實我很期待開這一盒 因為這一盒 我在預告的時候有說 就是這是一盒 他出的時候 我就很想買的遊戲 只是你知道嗎 個人就是錢少了一點 所以他出的時候 我也沒辦法直接買 我也沒有直接買 後來是因為這次特價 我才買的 那 就是 我很有興趣 所以我去查了一下 規則書 可是 我並沒有把兩套的 就是 基本的 跟擴充的規則 全部背下來 所以其實我已經 忘記了 我已經忘記了 就是 密到擴充裡面 天鵝標誌是幹什麼的 對 那我們就大家看一下 就是 一樣他有新的板塊 那 新的板塊 他除了 他 你不用怕 新的板塊 跟舊的板塊混在一起 因為你看 新的板塊的 左下角 都有一隻白色的天鵝 告訴你 這是新版 就是擴充才有的方塊 所以即使你把這些 都混合在一起 收納 你也不用擔心說 到時候 我如果只想玩基本版 怎麼辦 這種 他的小板塊 都有天鵝 大板塊 他是護城河 那當然就更不會 弄在一起了 OK 我們就看一下 那他裡面的房間 設計實質也都很有趣 因為他的房間的部分 他其實都是去考究說 中古世紀實質的歐洲 會有怎麼樣的房間 什麼 什麼 會客室啊 門廊啊 焚化乳啊 或是這種 日光浴室啊 像這種 我最喜歡 歐洲古世建築 我覺得最喜歡這種東西 樹林迷宮 應該說 樹林迷宮 那種很酷的東西 好 狗屋 很豪華 好 那這個就是一樣的東西了 好 就是一樣的東西了 好 那這個就是遊戲最後的 封底 封底 像他封底就有去介紹 這個遊戲相關的資訊 那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 開箱 然後我們來細處一下 看看我們拿的什麼吧 擴充 板塊 剛剛應該可以聽到 就是我的家人 現在已經站在旁邊了 所以我也 我可能也沒有辦法 一個一個開了 就是繼續一個個講 因為 人家有小baby在旁邊睡覺了 OK 就是 擴充的部分 那不然擴充 剛剛掉了一包這個出來 其實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我必須講 我並不知道它是什麼 我看了一下 這叫秘密通道 可能是給你接房間用的 可能應該是給你接房間用 所以 真正的密道在這裡 我講了那麼久 我沒講到密道 原來密道是 原來密道是指這個東西 很酷 好不好 OK 啊我知道它幹嘛的了 因為它房間的 入口都是RO字型 它應該是拿來讓你接房間入口用的 它應該是讓你接房間入口用的 好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遊戲開箱 那 其實就是 我每次關台之後 大概花了一個小時到 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我要整理後續這些 就是可能上排套啊 貼封底啊 什麼相關的 所以就 差不多這樣子了 好啦 好啦 最後再一次感謝大家 那今天就是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最後一遊隨意開箱 風王寸寶 那我們 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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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哥哥 那個 歡迎我們學妹 我們看什麼時候就約出來 給大家挑集一塊 在清單上挑集團遊戲 大家一起來玩這樣子 好 那 遊戲時光機 我們這次的開箱時光到這邊 我是實況主冰玉 他是夜空 那 遊戲時光機 我們後會有期 大家拜拜